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广石跟松烟的案例是非常接近的 下一张 广石博爱院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位置就 它周边的住宅其实是非常稠密 非常老旧的社区 它的公共设施服务确实是不足的 下一张 再拉近一点来看 这就是当地的现况 为什么要拿当地现况的图给各位委员看 因为我们非常不希望各位委员 坐在这个办公室里 会议室里面看着地图 看着图说 然后把这块土地当成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土地 这块土地上有非常多的生命 它有非常多老树 它有将近700克的老树 是需要被尊重的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广石的图带过来 麻烦下一张 谢谢 我们从虎山上面去拍这个广石博爱院 我们希望各位委员可以看到 这是一块有生命的土地 这块有生命的土地是需要被尊重 需要大家一起来 共同集思广益 如何怎么样的开发方式 可以带动当地的 这些生活品质的改善 可以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 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沟通 进一步去沟通跟对话的 可是目前市政府是没有做到的 下一张 这我们从101上面拍的广石博爱院 再下一张 这是原本BOT的时候 那个博德开发公司 在还品的时候的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死的都市计划 它完全没有生命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它完全不care 这块土地上 到底原本哪里有树 哪里是空地 哪里原本是房子 他们不care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上面画一个社服 下面画一个商业 然后保留了一个公园 其实现在的公园用地 是树最少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的都市计划的思维 是需要被改变的 下一张谢谢 对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都市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这件事情 下一张 对 我们应该考虑 所以我们把这些老树 尽量避开老树 它有原本很多建筑物的地方 可以做新建开发 我们希望这个都市计划可以变更 把这个土地变更为特定专用区 而不是划分为商业区 公园用地跟那个 应该作为社会福利特定专用区 然后重新考量 那我要回应一个环平的问题 刚刚简报里面说 没有规避环平 然后未来的每一间开发案 都会依照环平的标准去做环平 对不起你们切割掉了以后 没有一个是符合环平标准的 你们根本就直接是规避环平 我们这里有之前 透过那个议员跟社会局财政局 调的公文资料 社会局财政局都很明确的回应了 这个案子超过6.5公顷 是必须要做环平的 所以我们要求本案应依法环平 如果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财政局 这些主管机关要规避环平 我们民间团体绝对会提高 请不要把台北的社服用地 要用社会照顾的用地 变成台东的美丽湾 到最后被弄成平工 那非常多的案 我们非常多的意见 我只提醒各位主席 各位委员 你们可能今天看到的是 他们提供变化的一个表格 可是请看一下主要计划里面的内容 这里有段成通过 这里的绿地不足 这一些都知道 而且在当时的都市 主要计划审查的时候 是有要求的哦 请将本案商业区与社会福利设施之关联性 未来商业区开发主体 商业经营及经理管理方式 及未来商业义注社会福利知识 机制等相关事项 补充纳入计划书中 当时为什么会同意 变更这个机关用地为商业区 社服用地 因为它的商业区是要满足社会福利设施 谢谢 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商业区切出来 它赚的钱不用给社服的话 请把商业区删掉 谢谢 好谢谢 我们下面请陈建宏总之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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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